现在为你介绍17号导览点 艺术家李在前 创作于1994年的作品《圆》 圆是圆弹的圆 有最初根源的意思 作品的长度大约是四个大人张开手排成一横列的长度 高度大概是一层楼的高 这件作品已不锈钢做成 外表喷上大红色的工业漆 注立在国美馆大门左侧的草地上 天气晴朗的时候 在蓝天白云和青绿草皮的衬托下 显得格外醒目 从不同的角度观看 有的时候看起来像英文字的W 有的角度看起来像是一只草地上爬行的红色毛毛虫 这件作品是由好几个立方体组合变化而成 有的左右相叠 有的上下相叠 透过规律的组合变化来构成作品 红色是红黄蓝色彩三原色之一 正立方体也可以被当作是造型的基本形体 都带有最初根源的含义 艺术家希望观众能回到作品本身 单纯地欣赏这件作品的形状 线条 色彩 自在地体会艺术作品就足够了